大家好,这期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由于在这段时间是最适合给君子兰更换盆土的 因为天气暖和 还有就是它的生长旺盛金 我们给它更换盆土 是最有利于它浮盆的 那么在给它更换盆土之前 我们要准备好的物料 首先就是花土 还有就是花盆 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 一棵君子兰小苗给它拖盆之后 使用了一个小号的花盆 那么这一期就给它更换上一个 比原来的花盆大一号 还有就是准备的花土 给大家看上 使用的花土就是最常用到的辅业土 也就是像这种购买回来的辅业土 它里面有10%松针 还有5%木炭 剩余的就是这种辅业土了 这些辅业土就是橡树叶 还有给它加上一点核沙 因为这些辅业土太轻了 我们给它种上去 尤其是一些新手花药 给它上盆的时候 上得不好 容易出现饱符 那么这样的情况 是不利于君子兰浮盆的 所以有条件的话 最好就是给它加入一点核沙 核沙它是比较干净的 我们是经过使用了杀菌药 给它进行杀菌的 它没有任何的养分 疏松透气绿水 这样使君子兰根势更好的生长 这些核沙 我们只要参合30%进去 这样配比的土养 既疏松透气 要适于根势生长 还有使用的花盆大小 一定不能过大 过大的花盆 不好掌握盆土的干细度 盆内的土养多 它只长根不长叶 在后期也是很难让它开花的 所以我们比原来的大一号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这个核沙给它混泡好就可以了 如果像这些橡树叶大块的话 我们要给它剪小块一点 不要那么大块 因为君子兰的适时肥植物 为了增加盆土里面的营养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点缓释肥 像这种控制复合肥 它所含的蛋铃钾元素非常丰富 释放的养分比较慢 我们只要给它撒入换泡就可以了 给它配比的土养既疏松透气又肥沃 好了下个视频再跟大家分享如何给它上盆